杰农 青花 三多 梅瓶 这种梅瓶历年来 久不久就会出来 但是 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但是能够出一支那么漂亮的三多梅瓶的话 我要追到十年前了 十年前好像在苏比拍过一支九百多 加了佣金过千万的 一支那么漂亮的三多梅瓶 那么这一次呢 三组花卉 牡丹 菊花 还有哲日花 再配三多 这个是石榴 那就多子多子了 这个栗枝 栗枝 栗枝寓意 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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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枝寓意是什么呢 栗代表财富 枝代表吉 吉祥的意思 又有栗又吉祥 又富贵又吉祥的意思 还有这个长寿的手套 那么整支瓶子以一二三四五五组花卉 又简单又明朗 款字非常的标准的 乾隆盛世时候的款字 那么以这支瓶子的青花的发色 我给一百分 它的白柚 云橙 亚丹青到位 我也给一百分 这个蓝的发色 大家别以为它好像挺浓的 其实它必须的化成这么浓 因为它是追求永轩的蓝 不是本朝乾隆的那种淡聊的那种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梅瓶花得很淡的 一个青花的发色 你觉得是什么 就变成了一个水墨彩一样 它这种必须的 是深的蓝色 浓的蓝色 它的追求就是有永炫的效果 那么浓的效果 能够达到这种花 这种叶子花得那么精美的话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难 完整的一百分 其实是包括整个瓶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连一个黑点都没有 你说是不是很难得 全是这种煤瓶 我刚才也说过 久不久会有的 但是发色可能不好 或者是哪里有歪了 哪里烧得不圆秤了 明白我意思吗 但是这个连个黑点都没有 就等于是一百分的千龙观摇的三多瓶 实在太难得了 这对千龙宫廷早期的作品 第一 平晚谈以对为上胜 这个第一个难得 第二 如果在宫廷 它应该是乾隆白帝羊彩 福寿连连 双凤耳 胆平 比如这样说 那么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比较保守的说法呢 就是白帝粉彩了 但是它绝对是羊彩的这种做法 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它的这种莲花的变形莲 就已经接受了西方的这种画法 这里也是完全是跟传统的莲花的画法不同 第二 这种绿叶绿叶中带白的这种反差效果 这个就是这种立体的一种画法 那么它的质感也有这种变化 同时呢 到了下面的这种凹凸出来的这种蓝料 本身就是一种法蓝料 这种蓝的这种花卉也是蓝料 还有这个中间的这种蓝的也是法蓝材料 它不只是大清成人的莲子六四花 还有方框 这方框我们可以追到乾隆早期的作品 从二年到十来年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有这种款字 并且呢 在台北故宫杨彩的那本书上 也会发现这种早期的洪框有方框的 最难得呢 它的尺寸可爱 过去呢 我们呢 学徒的时候呢 这些老常家经常会交流的时候 都是对于尺寸很重要 还记得哈 在浴湖春的尺寸当中 是作为放的柜子 这个欣赏的时候的这种尺寸是最标准的 那么这个瓶子 这个瓶子呢 稍微比浴湖春瓶小了一两公分吧 但是我认为哈 它更加可爱 在装饰效果当中 在这个器物的造型当中 呈现最美丽的一面 还有一个难得 对的瓶子已经是难了 并且呢 一对的瓶子 一百分的完整 我觉得呢 我们这次 能够那么近距离的能够看到 一对博物馆级别的藏品 在日本中央这次的拍卖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